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副主委叶玉莉 她也是立委廖伟祥的表哥 但最近爆出 她曾经对一名女子传简讯性骚扰 A小姐透过周刊表示 她和叶玉莉是透过脸书互加好友 叶玉莉经常分享生活点滴 阳光开朗的形象让她印象很好 但没想到某天深夜 叶玉莉突然传了这句相当露骨的内容 而且还开启了积焚模式 让她相当疑惑 截图后叶玉莉又传了 骚知道自己状况的讯息 一开始A小姐还以为传错对象 但后来发现她疑似预谋 而且不断骚扰 觉得自己被恐吓 为了制止她 才传简讯警告将采取法律行动 并且公开对话截图她才罢手 但叶玉莉是后声称跟同学聚会 手机被拿去恶作剧乱传 向A小姐道歉 但伤害已经造成 事情爆发后 叶玉莉也召开记者会说明 因为聊天的话题较为开放 那我误以为双方有这个意象 来进行这样子的类型的聊天 那想当然了 我尊重当事人认为说 这是有误会 那我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第一时间 我也做过几次的 对她的致意跟致歉 叶玉莉表示 两人是在2021年9月 在网路上认识 之后在IG聊天热络 也很私密 但女方态度突然转变 得知对话被截图后已经速度道歉 以为获得原谅 但没想到又被公开 还传到表弟廖伟祥的粉砖 对此廖伟祥表示 性骚零容忍不会护短 我们理解当事人的不安 但也对发生此情况感到遗憾 本人廖伟祥严正声明 性骚扰零容忍 绝不护短 叶玉莉曾经担任廖伟祥的助理 拥有一堆女粉丝 最近宣布将投入下届市议员选举 没想到被爆出性骚案 由于A小姐已经报案提告 恐怕会影响她未来的政治路 东山新闻林天静 吴俊祥在台中采访报道